我今年种了几颗冬瓜 之前有三年的时间 年年种冬瓜 年年都不结 有的是结了 结了这个冬瓜 差不多就像拳头那么大 然后最后就蔫了 然后就死了 就是一直都种不出来 我知道因为我这里的气温不够 你别看冬瓜 它叫冬瓜 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洗光的一种植物 洗光洗暖的一种植物 所以我这里又光又少 然后温度又不够 所以一直都种不出来 那后来我就问朋友 朋友送了我几粒种子 这个冬瓜是小冬瓜 像现在这个尺寸 我把手放在这里 看看 差不多一拿 一拿多一点吧 一拿多一点 像这个冬瓜呢 现在已经长成了 这个冬瓜 它就是这个尺寸的 叫小冬瓜 他说你种这种冬瓜 一是特别爱熟 就是容易成熟 另外呢 他说这个冬瓜 你像家里人少 一顿一个冬瓜刚好 你太大的冬瓜 你吃不完 种了那个大的 然后剩下那些 你要储存到 储存到这个冰箱里 第一呢占地方 第二呢 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及时吃的话 那个冬瓜也容易烂掉 所以他说的 种这种小冬瓜 是最适合的了 那我今年就种这个了 一共种了六棵 死了一棵 剩下五棵 剩下五棵 但是这边这个 现在结了几个 现在这边结了几个 这个冬瓜 那边前面还有一个 这个小冬瓜 然后另外一边 这一边 这一边也有 看看 这边也有 这个还能长一段时间 然后前边这个 还有上边的这些小冬瓜 这个产量是蛮多的 你看看 一共就是 就等于是五棵了 因为我之前种的是六棵 死了一棵 现在就剩五棵了 你看五棵 它现在就结了 有差不多七八个了 七八个这个冬瓜 所以这个冬瓜产量特别高 而且像我这里这么冷 然后阳光又少 它一样长得很好 这种品种的冬瓜 特别特别适合 这种就是夏天光少 温度不够的这个地方种植 如果大家喜欢吃冬瓜的话 可以试着种一下这个品种 前面那些它不是冬瓜 前面那个是南瓜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种这个品种 这个冬瓜 这个就叫小冬瓜 具体它跟我说就是叫小冬瓜 具体它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就是小冬瓜 如果大家喜欢吃冬瓜的话 可以种这个品种 又好种产量高 然后呢 不太受这个阳光跟和这个温度的限制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订阅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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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